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握拍 乒乓球拍,我们怎么握才是正确的方式 首先我们把乒乓球拍放入扈口处 然后用大拇指与食指贴于板面 后面三个小指头自然而然地握了球拍吧 这是正确的姿势,握完了以后 球拍这个立面和我们胳膊是一条直线 这样就是正确的握拍方法 下面呢,我再讲一下 有些初学的球友们 他的握拍方法有些不正确 我们比较常见的握错拍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食指 竖起来 这样呢,会造成一个反手使用的时候 会容易很容易碰到食指 打不到板上 这是其一 其二呢 食指握竖起来以后 发力很难发 反手的发力很难发力 这是比较凑比较常见的 还有一种呢,是两个指头在后面 他总觉得发力发不上力 这个东西 他错误错在哪呢 不是说你手指头放的越多 你力量越大 打低端上球的发力 是靠你整体的合力去发这个力 这样呢,只能发死力 下面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大拇指 不是正确的握 他会这个 正确的拇指 握拍处 是应该在拍柄的斜坡处 与胶皮中间的位置 顶住拍子 不能大拇指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都是不对的 这样会造成拍面的倾斜 发力打球的时候 会打不到你心中所想的点 下面我再给大家说一种 错误的握拍方式 就像我现在握的这样一样 多建议女性的广大球连号者们 这样呢 我可以叫他扇扇子 这种的方法 错在哪里呢 当正手工的时候 他会往下压板 而不是正手工的往上走 如果想改正 这个错误握拍方式的话 一定要把拍子 放入虎口处 因为这样它是会离 虎口很远的 它只会握得很死 或者要么就很松 把拍子放到虎口处 自然而然地握了 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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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